他們又是 嗯? 就是要選什麼 好 問你喔 嗯 這五位組織人當中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冠 可以選兩位 兩位喔 哇 我可以先選一個 我一定會想要的 他 然後第二個 我不要跟他一對 因為我上次剛才一隊超隨的 就我們最後明明就可以贏 然後整個臭手害我們輸掉 那選個女生好了 他 因為我有在看節目 然後聽說他是比特權 很會找東西 然後我剛好不太會找東西 然後選人輔哥是因為 我們是被捕兄妹長 然後我一直沒有機會聽他報恩 然後我覺得他是有智力有體力的人 所以跟他一對基本上 就是大概就是文贏不輸的 好 謝謝 請問一下喔 五位組織人當中 這五位嗎 五位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冠 選兩位 選兩位是不是 選兩位 喔 好 為什麼不選花花還是鈞鈞 呃 因為本身有家是有小孩 沒有啦開玩笑 因為跟人輔跟協日 就很熟了 二十幾年的同事了 所以 可能一起玩遊戲 知道之間的這個互補 那因為 鈞鈞跟這個 對 花花就是他們兩個 就是我比較少 遇到他們 對啊 所以不知道他們的戰力到哪裡 那孟哲因為 好不好 肌肉棒子 OK的 對 可能一些比較 這個 我們算是智慧型的選手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跟這個 人輔跟協日 這樣 對 請問 五位主持人當中 嗯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冠 最喜歡嗎 選兩位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嗯 好 嗯 這位 有任何 任何原因嗎 因為之前他情義相挺 來拍過我的MV 哈哈 哈哈 OKOK 可以嗎 對對對 這兩位 對 立馬答應 我必須現在新官上任 要支持他一下 好 好 謝謝 OK 五位主持人當中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冠 選兩個 我只能選兩個喔 對 這兩個 要說原因嗎 嗯 怎麼不選鞋子啊 因為他感覺好像 體力或是 智慧好像沒有特別突出 因為孟哲他就是體力很強嘛 力氣很大 跟他在一組我搞不好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 仁甫哥是他很乾翹 所以他頭腦還蠻厲害的 鞋子哥就是比較中庸這樣 對 這樣講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反正這一段不會剪掉 哈哈 這樣 OK齁 好 謝謝 請問 請問五位主持人當中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冠 選兩位 這兩位 確定齁 嗯 好 OK 謝謝 等一下齁 五位主持人當中 你最喜歡跟誰同一隊進行闖關 選兩位 就這兩個 選對 兩個 選孟哲 有點不熟 都沒見過 我用這個來判斷 好 謝謝 他原本不接 好 換一個姿勢 還有什麼 突然 可是這樣子來的人就知道 大家會打來問 過程中公衆就開發 很老派 我們應該會 獲勝奪一隊 四 三 因為我們本來這個應該是要我們在七月份 來換一個 七月份後來我們先錄完一首 錄完一首之後我們不來一起 那我們好呢一起弄 但是不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來 我 四 三 二 No.1 好 謝謝 你可能要看我了 對 我最強的就是義氣 你是上那個MV 不是 是直接跟證明 好來 預備 來我 四 三 二 來 先過來 好來 四 三 二 好 換一個 好 四 三 好 謝謝